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介绍命题公式以及分类 首先我们之前介绍过复合命题 是由命题变相逻辑连接词括号等等符号组成一个符号串 但是反过来 由这些符号组成的符号串是不是一定都是命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命题逻辑中 命题公式 也记作WFF 可以递规的定义为 一 单个命题变相是命题公式 第二 如果A是命题公式 那么非A也是命题公式 第三 如果A和B都是命题公式 那么由逻辑连接词连接AB的符号串 例如AB的合取AB的吸取 A运含B等价等等 也都是命题公式 最后第四 很重要 它指出只有有限次应用一到三构成的符号串 才称之为是命题公式 不是所有符号串都可以称作命题公式 换言之呢 也就是说只有用命题公式表示的符号串 才是命题 在命题逻辑中的命题公式 有时候也称之为合适公式 或者简称公式 例如非P 非PQ核取 以及第三者 这个比较复杂 都是命题公式 而下数两个例子 都不是命题公式 同学们可以仔细看到 下面的两个例子 实际上是很难分析出来的结构 或者说无法正确分析它结构的 那么就像我们学习数的四则运算的时候 我们写1加2乘3 大家都知道要先乘除后加减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四则运算有不同的优先级 那么为了简化命题公式的形式 我们也做出一些规定 首先我们定义了优先级 否定的优先级最高 其次是合取吸取 再次是蕴含等价 那么注意这里为什么我要加括号 这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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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取吸取优先级相同 不服从 自左而右 必须要加括号 标明运算的先后 蕴含和等价也是优先级相同 好 第二条 否定连接词的括号可以省略 第三条 整个公式最外层的括号可以省略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命题公式 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定 我们可以简化成第二行的形式 而第二个例子 注意它不是命题公式 合取吸取优先级相同 不满足从左而右 先后计算 因此必须要加括号 标明运算次序 那么如果A是命题公式 B是A中的一个连续的 注意啊 连续的符号串 而且B也是命题公式 那么我就称B是A的一个子公式 例如 这三者都是蓝色命题公式的子公式 而这两个例子都不是 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公式 严格的讲命题公式不是命题 它就像一个符号的表达式 X加Y乘以Z 只有当公式中的每个命题变相 都被复以了确定的真值的时候 才能确定公式的真值 从而成为一个命题 如果一个命题公式 还有N个命题变相的话 我们称之为是N元命题公式 就是它有N个不同的命题变相 那么对于一个N元的命题公式 它有N个命题变相 P1 P2直至Pn 如果我们对它指定的一组 确定的真值 比如P1为真 P2为真 P3为假 等等直至Pn 这个时候 这一组确定的真值 我们就称之为是 这个公式的一个真值指派 或者是一个负值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指派的 这一组确定真值 使得A这个命题公式为真了 我们就称 这一组是它的一个成真指派 或者成真负值 类似的我们可以定义 成假指派或成假负值 例如P取之为真 Q取之为假 就是非P与Q 一个成假指派 大家可以自行验证 而P取之为假 Q取之为真 则是它的一个成真指派 那么N元命题公式 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真值指派呢 有2的N次Mig 因为每一个命题变相 都可以指派为真或假 两种可能 根据成法原理 就可以得到结果 如果我们给命题变相 一个确定的次序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那么任意一个真值指派 就可以表示成一个 由0和1组成的N位符号串 或者说N位序列 例如 一个命题公式A 含命题变相P1 P2 P3 那么它的一个真值指派 101表示的就是 P1为真 P2为假 P3为真 就是1对应P1 0对应P2 1对应P3 如果A是一个N元命题公式 而且它所有的2的N次Mig 真值指派都是乘真指派的话 就是无论给A的命题变相 如何指定真值 A这个命题公式的真值都是真 我们就称A为永真式 永远为真 或者重严式 如果所有的真值指派都是成假指派 我们称之为 永假式 或者矛盾式 如果至少存在着一个 至少一个成真指派 我们称A为可满足式 所谓可满足 就是说 可以给它一种真值指派 使得它为真 那么很明显 重严式都是可满足式 那么如果A还至少有一个成假指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称A是非重严的可满足式 例如P运含P吸取Q 它是一个重严式 我们可以将PQ的四种真值指派逐一代入验证 非P等价P 这是矛盾式 也就是永假式 我们可以将P为真代入 发现真值为假 P为假代入真值还是假 非P 何取Q 是非重严的可满足式 之前我们已经举例给出了 它的一个成真指派和一个成假指派 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重严式一定是可满足式 但反过来可满足式不一定是重严式 第二 任意两个重严式的吸取或合取 依然是重严式 任意两个矛盾式的吸取或合取 依然是矛盾式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这一讲就到这里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